膝蓋滑膜炎怎么治疗最有效 乔峰中西医结合骨科主任医师 那么膝蓋的滑膜炎其实比较常见 那么它引起滑膜炎的原因是 第一个 受凉 好多病人受凉以后引起 第二个 比如说劳累以后爬山以后 那么引起 那么还有准就是 现在我们检查 临床上我不是看罗圈腿和那个 埃子鞋腿看得多吗 那么好多病人来了以后 就是因为他腿不正 所以他走的时候 他就是老是腿肿滑膜炎 而且那个他没有太好的办法 那么我们治疗也就是 根据他对颜质量 如果你受凉了 那我们就是首先 用一些中药可以外服也行 或者一些理疗啊 烤电啊 那么第二个 如果你是因为 关系力气不正了 那么过了几星期 可能需要矫正力气 那么如果有劳累的 那么其实大部分都是一过性 可能慢慢过去好了 那么治疗首先要制动 让他先休息 那么最早我们搞一个沙瘤床 还让他带个湿膏 或者直举 让他彻底 就不要动 那么现在我们 悦意者叫塞滑膏 那么被老百姓成为叫黑膏药 这个黑膏药又肿成大 那么滑膜一般不手术 因为他急性性 滑膜的话 悦意者反倒会引起 会增加手术改来 还不行 而且如果滑膜水肿 你及时做完手术 它还会增上 有的人滑膜液 以后不少 好多积水 大夫抽这个里面的水 那么我们是不介意他 抽这个关节揣刺 抽起这个色叶 因为抽也没有 你抽完它还会出来 专家提示 一 引起滑膜的原因有受凉 劳累 腿平不正等 二 如果是受凉导致 可通过外服中药 理疗 靠电 矫正立腺等治疗 三 如果是劳累导致 须自动休息 避免劳累 四 一般不采取手术治疗 七 五 八 七